女子深夜取钱遭遇抢劫 一句要钱不要命激怒劫匪 结果被一枪爆头成了植物人 事后歹徒不仅没有拿钱跑路 反而主动投案自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13年8月的某天深夜 辽宁省朝阳市的刘女士 来到家附近的银行取钱 她淡定的在机器前熟练操作 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悄悄降临 就在她取完钱准备拔卡走人时 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股压迫感 回头才发现 是一个头戴压舌帽的陌生男子 正拿着枪对着她 要求她不要乱动 取两千块钱花花 面对劫匪的持枪哄吓 刘女士并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强硬回击到 不知道是真虎 还是以为对方拿的是玩具枪 刘女士不仅没有向恶势力低头 还很霸气地告诉劫匪 自己老公是个警察 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吓唬对方 但她没想到碰上了个硬查 劫匪根本没有收手地打算 甚至还有点不耐烦地反问她 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 按理说 一般人遇到这种事 都是先破财免灾 事后再报警处理 毕竟钱没了还可以再挣 但刘女士误判了当时的情景 直接和劫匪硬刚到 劫匪做梦都没有想到 会听到这样的要求 她原本只是想要 结一点生活费 被这句话一刺激上头 毫不客气地抠动扳机 朝刘女士的额头来了一枪 紧急的刘女士就倒在墙角 再也没有了动静 这场豪赌 刘女士最终还是赌输了 随后劫匪祸兔离开现场 甚至连地上的钱都没有拿走 警察接到报案后 立即赶往了事故现场 并将刘女士送往究竟的医院 进行紧急抢救 虽然经过手术 暂时脱底的生命危险 但因为重弹的部位 是额头造成了严重的颅脑外伤 刘女士最终成为了职务人 就在警方准备对案件展开调查时 凶手居然主动跑来警局自首了 女子深夜娶钱遭遇抢劫 一句要钱不要命激怒劫匪 结果被一枪爆头成了职务人 事后歹徒主动投案自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劫匪名叫李智霜 和被害人刘女士根本不认识 案发前她被公司辞退 因为心里郁闷 整日酗酒买醉 女朋友看不惯她颓废百烂 主动提出了分手 爱情事业收到双重打击 再加上身上只剩下几百块钱 李智霜情绪崩溃无处宣泄 于是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她从黑市买了一把钢筑枪 决定跑到银行抢劫 案发当晚 李智霜揣着仿真枪跑到外面喝酒 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了一个银行 看到刘女士独自在里面取钱 便跑进去持枪威胁 让对方给她取两千块钱 没想到刘女士根本没有搭理她 反而说自己老公是警察 让她有胆动手 李智霜本来酒品就不好 听到对方喊话呛她 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她以为刘女士看不起她 嘲笑她人怂不敢动手 于是一枪爆头 当场证明给她看 不过随之而来的枪声 把她的酒也给吓醒了 意识到自己失手伤人 她钱也没顾上拿 就赶紧离开了现场 回到家后 她越想越害怕 赶紧跑到警局自首 希望能够争取从宽处理 经过调查走访 警方发现 李智霜之所以会走入深渊 其实和她的原生家庭 有很大的关系 在她三岁时 母亲因为受不了家暴离婚 扔下她自己走了 她跟着父亲一起生活 但父亲脾气暴躁 整天不是打麻将就是喝酒 常常对她不管不误 有时还把在外面遇到 不顺心的情绪 全部发泄在她的身上 后来父亲再婚 娶了一个小十几岁的女人 因为两人的性格不合 李智霜的父亲 在一次争吵时 一幕话下 李智霜也受到父亲的影响 变得自卑敏感意冲动 甚至产生了暴力倾向 由于法律意识浅薄 她以为自己抢2000块钱 不会有什么影响 顶多吃几个月牢饭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第一次束手就突发意外 女子深夜娶钱遭遇抢劫 一句要钱不要命 激怒劫匪 结果被一枪爆头 成了植物人 事后 歹徒不仅没有拿钱跑路 反而主动投案自首 李智霜本想通过自首 减轻惩罚的力度 但因为刘女士被击中要害 成了植物人 且能够恢复意识的机会很小 2014年6月11日 法院一审判处她死刑 晚期两年执行 同时限制减刑 但李智霜为了逃避罪责 坚持说自己有病 案发时是因为抑郁症发作 不过经过专家的反复检查 并没有发现她患有该病症 再加上李智霜非法持有枪支 说明早有预谋实施犯罪 因此在综合了各种证据后 法院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 虽说到最后 李智霜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刘女士却仍然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而与刘女士之间的正面硬刚相比 下面这段痴病里的女子 用行动告诉我们 万一遇到抢劫 舍物求生 才是第一选择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名大姐在取完钱后准备 开门时突然被一名戴鸭舌帽的男子 持匕首逼回餐内 之后杰斐要求他交出钱包和手机 刚开始大姐想着一会儿拿手机报警 于是和杰斐讨价还价 称钱可以给他 手机就算 但杰斐也是人精 坚持要把手机也拿走 大姐担心过多的反抗会刺激到对方 直接爽快地把手机交了出来 杰斐得手后迅速逃给了现场 林总是还教着他暂时不要出去 在确认着自己的人身安全后 大姐第一时间报了警 并协助警方指认劫匪 案发三个小时后 嫌犯就成功被逮捕归案 事实上在遇到此类情况时 证据的做法就是应该像这位大姐一样 尽可能地保持镇静 不要大喊大叫 因为劫匪在作案时 内心一般也很紧张 过于惊慌 可能会让歹徒失去耐心 甚至为了让人闭嘴而起杀意 他们大部分都是冲着钱来的 所以平静地语气周旋 把对方的特征记下来 才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